大家好,我是Chinix,为了带来Axon2的游戏,看完视频 我们在上期结束的时候呢,也是决定要去做一做我们的主线任务了 这期呢,我决定做的是这边,现在是游戏中第一个可以做的,也是我们的Black Set 看一下这边是有14名第二 应该是质量对于游戏处在游戏后期的我们来说,应该是不是很高 但因为是一个主线呢,我也是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我们看一下,首先呢,我是想去这边的 这边的Black Market,我想先卖一些东西,因为我现在是需要钱 这边是卖Gatekeeper Shell,然后SackPod的一些残骸,是吧 Gatekeeper Shell呢,我可以卖掉一个,这个呢,不太清楚会做什么,我也卖掉一个吧 其他的东西呢,不太清楚,Officer可以卖一点,SackPod的尸体也可以卖一点 这边Stun Lancer发现尸体非常多,大概卖上一些吧 这样是差不多的,这边的东西应该是我上个月,应该是,应该是,或者是这个月,总之是我买过 所以说是没有什么关系 这样卖出大概,还有新的科技研究吗 好像是没有科技研究了 这样卖出200块钱来,其实没有必要,非要200,150就够了 主要是,我们看一下这边的关赛,我们直接去吧 主要是我需要,我这个战斗呢,由于是处于到后期了,我估计可能不会有太多的机会了啊 我决定是把我们的常识兵性就直接带上战场了,虽然说他的,就是还没有完全学习完吧 他还有很多技能不会,但是我觉得要是再不使的话,可能到刘希再靠后的话,可能就完全 可能就使不了几次了,或者说就是我要再强行的再拖,拖这个剧情 但我是不想拖的太严重啊,我是怕最后呢,等于是没有足够的,敌人的facility什么的 从而是可以足够,就是延缓敌人这个project,或者是不太清楚一直这么拖下去的话,有什么,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 总之呢,是稍微试一试 这样我们做什么,先把这个我们的这个SightOptive它的武器先升级一下 这边呢,其实我还是想先升一级,然后再升一级 主要是我想知道这个一级的武器它有什么效果 但其实也是 我觉得有必要吗,我觉得还是没有必要吧 我个人感觉,超东西士兵,我觉得现在游泳是低难度,可以是没有太大关系 我觉得在高能力下,没有太大的精力去固充值 可能也是一个游戏后期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可能直接就是造出这个满级的 它的这边这个叫SightApe这个玩意儿 我就直接这么造了,可能是 总之是一级的这物品呢,是看不出它的一个功效来了 这给什么太有办法 这样给你按一个Superior版本的一个Focus加33V,我再轻用这个满的话能加多少 这总之是我想能找到最高的,给你加一下 VIL甚至104 这是什么情况,为什么这么奇怪 我刚才以为是好像这个VIL有说明,结果是没有 这样看一下它的我们新的这个物品 SightApe,它好像是这个 这是,这是它背着的吗 好像是它背着的啊 一个应该是Sighting Strength增加40的加成 白球这个加成是,可能我觉得游戏应该是有一个 对一些伤害或者什么东西有一个计算公式啊 基本上呢,是写的是 增强我们的一些超通力的一个伤害 但是这个Sight跟VIL有什么联系 我不太清楚 我以为是,我也可能会有联系呢 总之我们这两个东西都使一下吧 应该是我们要加强Sight的话 应该是需要我们这边这个武器 然后VIL的话是需要PCS 我目前还是没有看见能加散一个PCS的 可能这两个是分开算的 就是我们超通士兵有说施法的时候 可能只算这个属性 或者说这两个属性一块算 或者说是根据技能算 这个不太清楚 毕竟是刚开始在还在开花吧目前 这样基本上呢,别人的这个物品应该是没了 基本上这个部队的构成点是在我之前在4点时间是 或者说是在上期结束的时候吧 反正是稍微构成了一下 基本上它们的武器什么的都是现在可以找到的满级武器 满级的升级 然后物品的配备呢 我觉得也算是最好的 唯一的是我们 唯一一个就是有点等级不够的是我们这边这个 这是谁呢 这应该是我们的KITICO 它的装甲是一个上级的AXSOOT 比我们这边的Warsuit应该是 应该是比我们普通的装甲呢 是少一点的HP 但是都是有一点的额外护甲 比Warsuit应该是少一点的护甲 总之是这么一个问题 不过应该是影响不大 唯一我是不太确定的是我们这边的这个Specialty 它的这个物品用不用换成Medikit 就是能加加血 我个人感觉呢是不换了 因为我们目前等级应该是 虽然说不上碾压吧 总之是打这个任务应该是能有没有问题的 14个敌人 唯一需要注意的是 有Android有Codex 有Archon 然后还有Muton 剩下的都是一些Advan的一些普通的小兵 但是感觉上没有太大的威胁 有一个Mac 但是它应该是一级的那种白色的Mac 并不是一个敌人的HeavyMac 所以说基本上是可以无视的 正是说场面失控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有6颗地雷 还是有 好像有4颗地雷 对啊 有3颗地雷 B率呢是可以发2颗 然后那边的管理电视可以发1颗 然后同时有3个Heavy速度的HeavyVamp可以使 正是说失控的时候完全是 完全是管得过来的 这个任务呢 我觉得主要就是来去试一试 我们这边超纯士兵的一些能力 我们超纯士兵有两个 可能有人问为什么要把另外的周周带出来 我是看了一下这两个人他学的技能 Kidiko他的技能是有Fuse 有No Lens 还有Inspire 我觉得这三个技能在战场中是比较实用的吧 所以说目前根据学会的技能 我觉得它的技能是更加合适一些 所以把它带出来了 但是游戏大后期应该是超纯士兵只要有给他们足够时间 他们的所有技能是都是能学会的 所以到了最后期应该是没有区别 咱们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BlackSat 这个任务呢应该是我记得Fraxxus当时他直播的时候应该是直播的 我觉得算是最出名的一个直播吗 总之是我是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直播 总之也是演示了一下 所以说基本会发生什么呢 我还是有一点 是有点眉目的 感觉我们现在处于场虽闷状态 大家就放心往前跑吧 好像有人的移动不太好 这是谁要跑这么远 这是我们Shaper他又是有带了加移动的PCS 像我们是Consument 我也是不着急 这个任务由于是主线任务 我就求稳了 怎么稳怎么来 我好像我好像就是太快了 现在没有反应了 我记得是直接扔一个手雷 然后在这个东西给它修复 可能不是扔一个手雷 总之进入投掷手雷画面再取消 应该是可以把这个bug给修复 没有动静 我先看一下 这个任务其实它的地图还是非常大 虽然说是有14个敌人 所以说我们应该是不用太担心 可以看一下这边是一个高楼 然后这边是一个高楼 我觉得我们直接派一个士兵往前面探探路 然后看看前面是一个什么情况 好像是没有什么情况 再拍一个跑得更远一点的视频 好像还是没有情况 这样由于这个任务是没有计时 没有什么压力都没有 总之目前是没有压力 我们就怎么怎么闻怎么来了 还是还是没有没有情况 发现有时候完全遇见敌人的话 一直处在consuming状态下也是比较 有担心 这边应该是能已经获得视野了 应该不是说 不是说由于掩体问题 什么都没有看见 还这样 虽然是有一些提示 我们发现那些containers 我们的猜测 总之是一些人在里边 外星人应该是还在绑架 甚至说这个好像是一些states 就好像是把人直接给处于一个镜子 或者给给动起来吧 可能是供他们以后去日后的外星人研究 什么的 还是外星人还是很可恶的 现在等于是要把他们这些罪行给揭露出来 这样我是有点担心了 走了这么长的距离 还是没有什么人都没有遇见啊 这回敌人的回合表长 这是他要巡逻过来吗 还是没有动静 我听好像是这个右边 好像是有点有点动静似的 但是呢 我又不确定 现在呢 这个地方是比较危险 可以看这些火车 然后有一些圈体 我们要是行动的过于 就是过于靠 好像是有情况 一个Archon两个Codex 这个组合还是非常的恶心的 这样我要想想了 最好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 这也不能上了 我估计可能要往楼上安排两个人 然后楼下安排两个人 剩下的人呢 根据情况吧 总之是不能太集中 这样L1K可以直接勾上去 这是一个圈体吧 这是 这应该不是玻璃啊 就是不会透 不会透过来的 还有人应该是我们的Sharper 可以勾上去 但是你勾上去没有什么意义 而且你是我们的Phantom 估计你再往前走一步吧 然后Sharper的跑道 Advent has expanded their rail network to touch every city center they built and this looks like the end of the line at least for this area 还是提到我们 就是Advent他造的一些轨道 就是 不是 这应该叫轨道吧 就是铁轨的一些 这个铁轨的路好 这个应该是他的算是终点 总之可能是各地绑架的人 都用这些火车给运过来 这样我们其他人谁上楼 Freeman我觉得上楼 因为你的命中很高 上楼的话应该是能确保 我只是是肯定能命中的 Specialist 这不是Specialist Freeman就是Specialist 这是我们的超队内兵 你呢 直接在楼下吧 然后这是我们的Gunner Gunner呢 这三个人上楼 就表示用他们三个人 overwatch 然后我们的Sharper 头一个Battle Scanner 在楼上 因为不太清楚 这个楼上有没有 大概是这样子吧 只要我必须知道楼上有没有炮塔 这个梯子直接爬上一个炮塔 我们就直接暴露 还是非常危险的 这样起码这边是没有啊 我们只要是不知道冲的太过桌的话 这边就能有炮塔也是没有关系的 像我觉得可能敌人当中这一组敌人应该算是最恶心的了 我们要是直接是应对好应该是非常有优势的 这边好像 他的移动不是很好啊 而且敌人不会动 我觉得这样我直接是不用考虑炎火了 然后是有一点问题 这个里边要是有敌人的话 这边有窗网这个墙 假如说这有一个敌人 我们这么跑就会被敌人看见 这样这个上面没有炎体的spat就危险了 所以说这局我就先不动了 这边又是看清楚敌人 两个人巡逻过来 这两个敌人是完全没有任何威胁的 可以直接无视掉 甚至一会儿激活的话呢 也是没有关系的 再往右边又是听见了一些奇怪声音 我听了我感觉上有点像是敌人麦克的声音 先看一下这边是 REK先跑吧 然后是 这还是有点问题啊 能不能再 这三个地方还是有可能中敌人的 就敌人的RIFT 还是有可能中的 不太清楚该怎么办 觉得就先暂时这个样子吧 这个样子 然后下边部署到位 来 看这边BB的话 好像你这个地点 没有一些好的全体吗 好像没有 你可以拿这个地方当全体 这样shaper能让你跑到一个 真的是太清楚 shaper能跑到这边来吧 比比跑到刚才shaper的地方 这边我们这边的超能力士兵呢 你去 Domination可以 这是有76%几率可以控制住敌人的一个Codex 这个天上去还是不错的 这个天上去还是不错的 或者说呢 No Lens 9到14的上海天 这么高 基本就是可以看像 像是一个Lens 就是一个长枪一样 直接是 直接戳 戳定一串 好像这个角度不太好 但我们移动一下 应该还是不错的 Fuse呢 好像只有这边这个人有爆炸物啊 So far应该是 这是一个 写的是一个guaranteed的一个damage 也就是说是 那是百分百命中的 但我觉得你的 你的地点是没有太大的关系 像下一局我们准备准备开怪了 这种敌人不会动 这种敌人呢他会巡逻 巡逻过来的话也是没有太大关系 但是我在等 我在想 他要是巡逻到这个地方 我们直接一块能开怪门 用一个爆炸物什么的 像这边呢有点问题 是我们的 这个士兵是被flung掉了是吧 这个地方是一个权炸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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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一下用谁来开怪呢 我的想法是直接 我还是想星空啊 没有没有 因为是没有一直没有试过嘛 我直接尝试一下星空 看看会有 会有什么效果啊 直接这边这个domination 这是Cordex有76%几率 这是算什么吗 我们sideoffense是126 敌人的view是减了100 基础成功率是50% 我们的sideoffense是 应该我记得好像是可以这样看 这好像只是我们的一个side power 就是在我们view下面那个东西 好像我们使劲的时候 跟这个应该是没有没有关系的 这是一个肯定的伤害 这好像也是没有写 说是什么情况 讲究所有直接是尝试一下吧 这个是永久性控制 然后失败的话会进入一个很 可以看这下边是一个五回合 这个cd 呃失败了 我还清楚刚才这直接写一个五 是不是就是意味着你直接失败了呢 这样看下情况还好都在我们的射程内啊 这样看下情况还好都在我们的射程内啊 我们看一下敌人的这两个掩体是可以炸掉 但是炸完后这两个人会直接就是college会分身嘛 还是很恶心的 而且这边的伤害不够 就是没法直接给他打死 这样下边BB呢应该地雷好像也是炸不死吧 地雷是10点上啊 这个plasma blaster呢好像 好像跟我们的nolence好像效果差不多耶 7到10感觉还是没有之前的那边这个shutter storm 呃刷stormcanon要好 可以看他的感觉的影响材料会更广泰 可能是射程没有那么长吧 这样这边呢我是感觉上没有太好的办法 直接把这个cool dice先给他扎点血下去吧 我知道扎点血它会分身 我想法是假如他分的地方好的话呢 我们的vk就可以直接直接用 直接用他叫face off直接是能给清理掉的 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啊 分身后敌人的血量他会直接是减半的 他剩余血量会平分嘛 这是到了最后边应该是没有太大关系 因为我们的vk的命中还是很高的 另外一个人呢 合同到了这边 感觉上是没有问题 应该是应该是没有问题 这样先看 先看一下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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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4应该是没有问题啊 嗯 这个样子我们这边的garner 你刚才是sub技能 还是可以开火一会 我绝对直接打这个archon 需要用一些特殊技能吗 吃稍的打archon的话 也是100了 应该是有可能直接把他们秒掉啊 有必要吗 它普通攻击一下archon还剩8到10 打最低的话是8,敌人还剩10点伤 应该是L1K的Faceoff,应该是打不死的 打L1K可以使Lightning Hunt 那边这两敌人应该是可以去解决掉 我觉得没有必要拦 L1K不用Lightning Hunt 直接是用Quakedraw直接射击RK 4到7,没有 看一下,现在是不能 这个是不能失误的 确定我的操作跟我想的是一样的 不要因为一些误操作从而是坏的事 这样直接Faceoff 3个命中 4个命中 5个命中 那边好像那两个视频是打不到 是在射程以外 我不太清楚 这个我猜可能吧 可能Steam到时候会有一些成就 就是你的Faceoff一局 比如说杀死5个人 刚才是杀了4个人吧 应该是杀了4个人 这个阿肯没有打死 我应该是先 假如我这边的钢子先射击的话 可能阿肯就直接被L1K打死了 或者说是直接被钢子秒 好啊 这个不才确定 这样呢 这个攻击是钢子可以打 剩下那边这 嗯 杀手可以不动 这是谁被flung掉了 你被flung掉了 这不是掩体吗 你拿这不是掩体 Armor1 Dodge1 没有 怎么看掩体 好奇怪啊 完全不能理解 这个为什么是被flung掉的 可能是被刚才这个Cordex flung掉 你的图标还没有更新 好像是图标没有更新啊 应该不是一些其他的 其他问题 看下你是8到10吧 这个是10 这样可能是有可能是下层的人打不死 7到9 还有谁能动 BB能动 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 好像是有可能我们的 我们这边可能是打不死人啊 我可能要废一个 废个手楼弹了 或者说直接用这边这个 saturation file 好像不行 移动一下呢 移动一下应该是可以的 移动一下用saturation file 然后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 这个技能我也是没有怎么用过 所以说要看一下 现在的我的想法呢 就是尽量不去 这都打了都打到了吧 就能不用手雷的话不用手雷 因为技能的话你是可以可以转cd的 手雷的话就没了 先看一下这个技能 是没有用的 第一次使 miss了 好像就是一个扫射 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起码杀死一个 这样那边这个人是一个全体 应该是杀不死的 怎么办 Aid Protocol自己 然后你好像只能打这个人 你就打吧 这样敌人没有死 但是你这项门的Aid Protocol呢 是带threat assessment技能 是可以是带carbine fire的overwatch的 应该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你把二坑打掉 这样敌人还剩7滴血 我们的来福枪最低伤害是7滴 有说加上这边的高地优势 敌人应该是死定了 所以说没有太大的担心的必要 下边稍微移动一下吧 这个车没有着火吧 应该是没有啊 先看一下敌人的行动 得偶尔是发动 哇敌人闪避了 会有会有garden吗 garden救命了 就打中了 我又是忘记了这个 等于是敌人的officer officer会闪避 alcon会闪避 然后 siman 不是siman 这个叫 wiper会闪避 是一直忘记 刚才也是他死定了 结果是把闪避 这么一个这个X给忘了 这样这是几个 刚才是3 然后2 是一共有5个 死了5个人 这样觉得原地上弹 大家可以上弹吗 这边有outroader 没有必要啊 有outroader呢 没有没有必要上弹 直接直接上前就可以了 我觉得暂时rvk是可以站在 站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狙击还是不错的 你就原地 原地呆着吧 圣人呢 直接 你上上站了 直接跟下来 这边怎么还在掉些碎片 好奇怪 这局敌人的回合又很长啊 我猜他可能是移动到了一个比较 比较近的地方啊 给我这么种感觉 这只是一个好像就一个剧情动画 什么 连旁白都没有 还是感觉挺奇怪的 像我知道可能有人说你怎么这么小心 但是我觉得 还是小心没有什么坏处啊 主要是这张地图呢 我是感觉这个地形不是很好 很多的这种全体 然后这种火车 万一你部队比如说最后一个人行动到这边 然后稍微被比如这边藏人的敌人 还是非常非常恶心的 之前我还遇见过就是在火车上面站那边 我是离得很近了才被发现啊 总之这个火车的视角 我是感觉上很很奇怪 所以说呢还是先去 稍微稳一稳吧 左边有声音 没有没有情况啊 这样有可能呢是直接是在这个电中内部的 有可能是在这个外边 或者说在这种很黑的地方啊 我刚才听的声音应该是比较偏上 除非是我的我的音响出问题了 不让我不让我切换人了 应该是发现人了 发现东西了 一个一个turret 没有太大的威胁 我们部队在这边好像在这能看见 在这边是看不见 在这边呢 好在这条线以外都看不见 这好像是看见了 好像是看见了 没有关系 我们等于是就就偏了一格嘛 移动一下你就你就看不见了 这没有关系的 这个是看不见吧 看不见了 然后 这样我们的狙击手远程欺负你 可以 可以黑客 现在才想起来可以黑客 我觉得试一试吗 试一试吧 已经打了才想起来 我总要是我觉得 没有什么太大价值 这个完全是没有 一点威胁都没有 72% 成功了 刚刚好成功 有可能 直接把这个建筑物内部 还没有激活的敌人 直接给激活到 不太清楚 看一下他的视野 会激活人吗 好像是什么都没有啊 这样 没有用了 我估计有可能下回合 还是直接选择把你打掉吧 这边有声音 这边有声音 刚才这个角度啊 我是我左前面的音箱传来的声音 应该是等于是在大概这个方向 方向是有敌人的麦克 方向是有敌人的麦克 让你直接把把这个打掉就了 毕竟这个黑客不是一个永久性的 直接先给它打打掉 打掉就无所谓了 看应该不是总之不是这个这个拐角处 右边的刚才我们的这个30 是没有没有看人 这样我们现在是可以准备 准备向前前进了 这样敌人应该就是不停的在一个 这个建筑内部巡逻啊 我们的稍微再去看一看 应该是应该不是这边 等于是算是算是确定了 那让你呢跑跑回来 剩下人呢直接有两个门 我还有一个scanner 我可能呢到时候直接扔 用扔scanner吗 我觉得不用 我有个想法 我们直接 大家直接是这么移动 在这边那个门上 直接去去待命 你呢好像跑不到啊 就对了 然后REK呢 由于是你在这个建筑狙击的效果不理想 直接往前走一走 还有这个整个这个建筑啊 这边是没有穿过的 要有穿过的话 我们这个这个部署应该是非常难完成的 这边就位 然后估计呢让REK呢直接是 先移动一下吧 应该是不会不会触发敌人啊 这边呢我们看一下让我们的 这个地方应该是看不见敌人吧 应该是看不见 这个这个天窗的 假如需要看见的话 应该是在他两格 反正是两两个范围之内 你站在这边会探头 然后你站在另外一个地方呢 远处的地方会看到 三个里边的地方应该是看不到了 只能是在原版anime unknown 跟VC中是这么一个效果 这样我们的整个突袭算是都就位了 只要是这个这个封闭的 可以看也是有声音传来 这个封闭的阶容内部还是 我是怕直接一开门 同时触发两组敌人 或者说是比如说左右把我包夹什么 还是很危险的 这样怎么办呢 我直接用Phantom开门 Phantom开门应该是 看不 我还有CORDEX 天哪 而且比较有意思 敌人没有 但我听那有麦克的声音啊 这个麦克在哪里 为什么巴克斯杆特上这么奇怪 好 红尔